怎么办! 各位早上好 OK 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复国岛第3天 也是今天的2段时间 其实我觉得复国岛真是一个不错的岛 这东西还蛮多可以玩的 人也不会太多 蛮适合带小孩子来的 我觉得这个岛 今天我们要去水上乐园啦 这个水上乐园的票 我们也是在clock 提前购买好的 在clock 提前购买会比较便宜 真的 这个是真的 而且大家如果用上我的这个code SUMMER CODE 你还可以得到高达12%的discount哦 我们现在就要去吃一个早餐先 等下我们就会搭grab 去嘴上乐园了 这里搭grab 其实蛮方便的 而且很便宜它的grab 我们现在就 Let's go 诶 它们的早餐有surprise到我 它们不是一样的咧 它跟昨天不一样的咧 今天有面有饭 它这个越南春卷里面好像是芋头外的咧 而且它们有在那边认真煮的咧 它们的早餐真的很不错耶 ok 这样我们先吃早餐 等下就要去水上乐园了 我们已经到这个坐锅扇车的地方 不是锅扇车 缆车 想要搭锅扇车很久了啦 这个很长的锅扇车 这个等一下可以玩哦 这边好像很多设施可以玩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的vlog了 这里是全世界最长的缆车 哇 它有速度的咧 它差不多需要16分钟到17分钟 这样它的discount 它的缆车超大的 它可以坐20个人 谁放屁 你放屁啊 是不是你放屁 大家来这里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 我真的是要好像骗那个烧烤鸡哦 那个太阳烧烧又闷那样子 我们现在已经上来这个360度观景台 还蛮够的 我还会360度这样的转 然后可以看到这里的整个风景这样子 这个就是那个最长的锅扇车 很刺激的锅扇车 木座的锅扇车 Santorini很像 是它刺激做的 哇 我们看这个Water Park在下面那边 哇 它这里很大一下哦 OK 我们刚才跑去坐锅扇车了 这个锅扇车其实我觉得还行啦 不会到很恐怖 一上到一去哦 然后它下来的时候就弧度很快 所以你就 心脏在停止的时候 它又恢复了这样子的感觉啊 就是我觉得它可以来体验一下 然后它这个锅扇车是用木座的叻 很特别啊 重点是它排队不会排得很长 我们来到了Water Park 看到我后面吗 然后现在这个相机也是不能带进去 因为我怕等下另外一个相机的RIP是啥 所以我尽量去用手机拍的画面给大家看啦 好不好 我们现在要去找Locker去放我们的东西了 去换那个泳衣先 Let's go 这个是不能做的事情 但是不能穿长裤 不能穿有拉链的 也不能穿连载裤那些下去 一定要穿泳衣 这个就是Locker的价钱啦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OK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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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了 OK 我们已经出来了 这个水上乐园真的是很不错 大家真的可以来 这个设施有点像SUNWAYLAGON啦 为现时LAGON要排队很长 这里好处就是没有什么排队就可以玩到了 哇哦 你看人家穿什么衣服 ok啦 这样我们现在要做cable car 回去下面 然后去吃晚餐咯 哦 忘记补充一句就是 这个水上乐园是四点半就关了咯 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玩 ok 这个是我们的午餐加晚餐 然后这里吼 附近就有很多东西吃了 这里非常多韩国餐 我们就选了一个是越南餐 然后我叫这个是五香炒饭 我觉得少了一个火黑啦 可是它味道真的是很不错 它这个炒饭的胡椒味蛮浓的 一条味料蛮重的 它的饮料非常的可爱 这个水的名字叫做河内鳄鱼水 讲是一个越南这里的一个水果 然后长得很像鳄鱼的 它的皮 它其实是一个酸酸的 蛮好喝的咧 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河内天梦水 还有另外一个是传统梦酥粉 它是饮料来的 还有另外下一碗面啊 下一碗面呢 里面只有七种料 猪皮 豆腐皮 炸豆腐 还有一个好像午餐肉这样子 一个是肉团 你们看它的猪耳朵是包在里面了 猪耳朵肉团的这个叫 很特别哦 这个有打开我的味蕾 这是我没有吃过的味道 有点像酸菜汤的味道 酸酸这样子 然后又有一点鲜甜 OK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Kiss Bridge 我们在Club买的那个票是有包括了的 所以大家可以早一点进来啦 因为会很暗啊 如果你夜了的话 过了Sunset的话会很暗的 所以如果你们要看表演的话 记得真的要在Club买 会比较便宜 真的比较便宜 120多块啊 马币 如果你在这里当场买的话 需要170-180之间 账到便宜 然后在用着我的裤 Summer Club 你还可以得到12%的折扣哦 这样我们看完表演咧 我们就要回去了 这样我们就明天见吧 Good morning OK 来到了我们在富国岛的第四天 然后今天咧我们去的都是比较小众的景点啊 比如神庙啊 天哪也是会带大家去吃 越南这里好吃的海鲜啊 还有法国面包好不好 我们现在就Let's go 这个庙是靠近大海的超级无敌美 它这里叫做Dinchow Temple 超级晒哦 我跟你们讲的来富国岛 第一要防晒 第二要防蚊子 好OK啦 现在我们就去各种的拍照 各种的打卡 它的海水超清透的 讲Hello everyone Hello 我是妹妹 很好耶 走喽啦 我们的海鲜大叉 哇这个海鲜很香哦 我们叫一碟菜啊 里面这个Mushroom 很好吃很鲜 这边就是一片大海 如果你是下午4点下午来的话 你可以看到三set 我们是叫set3跟set5 就是全部是海鲜的 这个是生蚝耶 看到吗 生蚝 它上面放很多花生 哇很新鲜 它的生蚝 没有那种错错的味道耶 它的鱼皮这边烤得很脆 它的鱼好吃哦 很鲜甜 它的鱼比较辣一点啊 鲍鱼啊 吃了一个小鲍鱼 它的鲍鱼有点小啊 它这个是韩国鲍鱼 韩国鲍鱼 很新鲜耶 鲜牙 龙虾 各位 你们看它的鲍鱼超大汁的 你看它的龙虾肉 OMG 它的味道很香 刚刚从海里面撈出来 我就给你吃的那种鲜甜 很有鲜的味道耶 它的龙虾 我们另外还叫了一个豆腐 豆腐也是蛮好吃的耶 还有虾 它的虾超鲜甜的 龙虾上面撒很多咖喱了 很好吃它的咖喱炸到 还有螃蟹 可是螃蟹是有点小啦 没有什么肉啊 看起来 总之来讲这餐真的很不错 新鲜又很香 好吃 有点辣 这个虾有点辣了 它的虾很辣了 OK 我们下一站呢 就来到这里买鲜米 法国面包 我是叫Driver 带我们去当地人最喜欢吃的 然后他就带我来这里了 所以大家可以收藏 我们等一下吃看好不好 我吃些啦 然后旁边这里呢 就有卖一个咖啡的 就是卖咖啡 然后有卖奶茶 等一下我们还是可以试一下 好不好 我们等下下一站呢 就去那个Long Beach那边 沙塔那边吃给大家看 OK 三块吃就像我们法国面包 哇 这个我们买了四个 它里面 我们在那种 The Soled Man的十多块 这个在K要吃十多块耶 我们现在呢 是在这个沙滩上面啦 哇很晒哦 这里的太阳 大家记得一定要擦好防晒 可是这里整得很漂亮 还拍照很美 而且它的水很清耶 它的海水 我来吃这个当地人介绍的法棍 它里面有两种肉 大家看到 它不会很硬哦 这个很容易咬 它里面是辣辣的 它里面的肉辣辣的嘞 好吃哦 嗯 嗯 超好吃的 重点是这个法国面包一个才二十千耶 三块多吧 好吃吗 你有咬到辣椒吗 还没有啊 对了很辣 然后我们现在是在这个Fish上面 等那个Sunset很美 这里真的很美 你们看这里的Sunset超级美啊 这里的日落 这里真的很美 我们在这里待了两个小时耶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到了Night Market这边啦 这个是非常个Local的Night Market 然后你一进啊 你就会觉得你自己很像VIP 因为很多人围着你 叫你买这个买那个 诶 超级多海鲜的嘞 当地的就是可以坐在地上那样子吃 就是坐在这种矮矮的椅子 是 它的这个Night Market蛮长一家的嘞 现在就带大家去看有什么好料 Let's go 这个是那种越南糕点来的 感觉好像很好吃耶 诺鸡鸡鸡的嘞 我们现在吃这个越南的粿 然后它里面有加了野奶跟花生 诶 它还有一点烧烧的嘞 还有一点咸咸咸咸咸甜甜甜 这样子咯 有一点酸酸的味道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贵 然后它还蛮粘牙的 一杯这样子30千而已 我觉得大家可以try 在这里吃这个香蕉煎饼啊 给大家看啊 我得到一个了 这个它不会很甜咯 这个还有香蕉里面 然后它皮其实不会到很脆啊 可是我觉得不错 45千这个 这里喝很多海鲜的 然后这个是海胆 才15万150千 生蚝才10万 这个桑也是很大致 这个你们看 你们看超肥美的这个 它的cheese的 跟它的原味的都是一样价钱 直接在这里烤啊 很fresh 我很想try那个海胆 我没有吃过海胆 哇海胆我是想try很久了 没有吃过耶 它里面放很多花生 它有个鸡蛋的 应该是 要给它这样腥吧 其实它的调味很重啊 吃不到那个海胆的感觉 它炸葱的味道很重 哇吃这个cheese生蚝 生蚝其实有点小利 可是很便宜啦 这样6次才150千 它生蚝很像 你感觉真的很在游泳感觉啊 你看它锁住它的水分 我来try一下它的炒饭啊 这个是海鲜炒饭 分这里的炒饭全部炒到没有碗 炒饭也是有一个很重的胡椒味 炒味料蛮重的 哇这个好像很好吃耶 这个是猪肉来的 20千 20千一串 我们叫三串 哇你们看是不是很香 不要嗶嗶嗶在那边 我们现在在这个night market 这边看到这个很出名的这个spa 好像review不错啦 这是它的价钱啦 然后我们跟它renego到60分钟 150千按脚 还蛮便宜叻 这里按脚也是 ok叻 我们现在就进去咯 ok我们已经按摩完了 其实这一间哦 它是蛮便宜啦 这个按摩店 可是我好像没有用什么力气在按 ok就有按到一点这样普通啦 可是我脚还是酸 可是ok它很便宜嘛 可以体验一下 你们看它的那个sotong很大致耶 我觉得这个第一档呢 看起来比较大致一点啦 其实隔壁那档也是ok的 你们可以自己选择啦 而且它们很可爱的是什么 它们的那个竞争者全部在隔壁包 其实它们是不同人在卖的咧 所以大家看哪一个顺眼咯 就自己选啦 刚才我们还挺尴尬的 不然要选哪一个 然后就被赶走 ok我们已经回到来了酒店 resort啦 ok 刚才在夜市我们有买了一点点东西 如果大家要知不知道好不好吃呢 大家可以去我的instagram看吧 要卸妆啦 所以 就是比如说要照顾形象 就不要在镜头面前做素颜的一个洞 ok这样我们先到这里 我们明天早上见吧 拜拜 各位早上好 今天我们的行程是去team park team park的门票 我们也是在club提前购买好的 如果大家用上这个club summerclub 你还可以得到高达12%的discount ok我们先吃个早餐等一下就要出发了 let's go yeah 我们已经到了 冰湾的 它还在这里很像小迪士尼 两点你要去看那个mermad的表演 你们看是不是很像小迪士尼 它这边有一个很大的那个铜箱很美耶 可爱啊这个 你看他们 七个小孩人 怎么他的头这样很脏的 哇公主啊 怎么他的头这样很脏的这个 哈哈 我们现在已经进了来了 我们还在entrance这里 为什么 因为下雨了 这时候来是差不多10月 还是下雨 我觉得通常都是9月10月11月都是会一直下雨 所以大家记得带雨伞 或者是带雨衣 我们想要进去这个highlands coffee 喝一杯咖啡 在富国岛这里是蛮出名的一间连锁咖啡店啊 它的价钱是说39千起跳啊 我们现在就去喝看看好不好喝 Let's go 这个是我们叫的 这个是我叫的pitch tea 是不是四杯里面看起来这个最好喝 好喝吗你的咖啡 它的咖啡超多冰的 甜 甜哦 好喝 我的pitch tea好喝吗 还好 还有一点像ice lemon tea的味道 我把上面的pitch吃完了 我觉得不错啊 惊听雨啦各位 你们看这个城堡是不是很red disneyland 这里真的是有心在制作的这个 很漂亮的这里拍照 然后这里哦 它其实是可以玩水的 它有一个section是玩水 好像就是这一个 piphone world 可是我们今天没玩水啊 因为我们已经玩了两点水很累 如果大家要玩水的话 可以自己带泳衣 你们看我们看到谁的家 这是七个小孩人的家嘛 可爱 七个小孩人的床 他们有名字的你看 妹妹你知道这个是谁的床吗 是我们的床 快点去hotel 你的hotel在这边啊 你要睡吗hotel啊 这边 哈哈哈哈 我们看这个小火车机可爱 这个是免费大的哦 刚才哦 我们看到它的锅扇切是360度的了 所以我们去坐火车就好 火车来回坐10次了 哈哈哈哈 这个火车很可爱哦 你看 所以我在射什么 红尖 所以我有射到吗 没有 已经分了没有 骑马很可爱哦 你们看 真的你看他在骑 你看他 哈哈哈哈 很真耶 很cute耶 你们看他这个做到很真耶 这个人像这样子的 你看伯母 头伸出来一点 我们现在要去玩这个 是Viking River 然后他这样会很是很是的 所以我们就换羽衣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自己准备羽衣 不然就跟他买到15千 来了 学步看哦 不多人 哇 哈哈哈 很厉害耶 這樣大隻的那個turtle 很美耶 真的很好看耶 現在我們要進這個turtle啦 去看那個mermaid的表演 Let's go 我們應該是一個故事來的 他們就可以相愛了 哇 真的很美耶 我來吃午餐了 這個很逮耶 我的那個票哦 在cork購買那個票哦 還有包括了那個250千的 那個food and bearish的woucher 哇 它的burger真的很棒哦 超美的 這個food and bearish哦 它可以叫到250千 最便宜是160千吧它的食物 最貴的也是220包 很逮耶 而且好像很好吃這樣 不夠奶漿 太辣可以接受啦 我比較喜歡那種奶味冬冬的 真的這個restaurant 是在靠近aquarium的 大家看那個mermaid那邊 哇 你看它的肉超厚的耶 都是很厚的啊 還可以吧哦 還可以哦 好像很海樣的 我們現在吃飽了 就現在要慢慢走去下一站了 我們現在去那個dragons pair 3D的 然後我們戴著那個眼鏡 然後射射射射那些恐龍 你們讓我射一點呢 我0分啊 怎麼我一直400分啊 就很重要的 OK 這裡真的是太多太多的activities了 剛才我們也是有進去玩那個 Rollercoaster in the dark 就是暗暗的 那個還好 那個沒有到很恐怖 如果大家很刺激的話 就是這個 紅色這個 它有兩個圈的 360度的 那個才是最恐怖的耶 我們現在要去 坐這個摩天輪了 就是剛才那個很恐怖的過山車 這邊還可以看到那個海龜耶 那個大大室的海龜超美的 那個方向 哇 很漂亮哦 是不是很美哦 有城堡 像小迪士尼land這樣 你們轉過來這邊看 這個是已經荒廢了的 已經荒廢了的那種城堡啊 你看那個 很恐怖哦 那個 那個旋轉木馬 這個很恐怖耶 這個是skateboard來的 哇 這個很恐怖耶 你看 這樣子轉的 夠力了這個 啊 你們看摩天輪開燈了 超美的 我們現在要等那個 6點45分 然後外面那邊會有一個 煙火秀 等一下 看一下 怎樣的 很期待啊 這裡的煙花 好像不用錢 那樣的 富多島的 你看看它 也很勇碎啊 就是那個東西 它突然間叫我們做運動哦 哈哈 OK 我们已经从Win Wander出来了 如果大家没有去 我昨天去那个Waterpark啦 大家可以来这里 这里也是可以玩水的 一百多块又可以玩水 又可以干的 又可以试的 又有那个Mermaid看 然后又晚上有别人看 然后终于是还有那个250千的东西吃 我觉得这个是最值得来的 记得去Cook订购 用我什么Cook? SummerCook 然后可以得到多少%? 高达12% Good morning! OK 然后今天来到了在富国岛最天 然后我们哪里都没有去 OK 这样的话我们的富国岛之旅就到这里咯 希望大家可以帮我 按赞 订阅 分享 以及留言咯 好了 我们下一个旅程见吧 拜拜